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明书记第20章 在昨天谈到红母牛的这个纪理的经文当中 我们特别提到按照经文的表达 是要为了使这一些特别是碰到尸体 而不洁净的人可以有一个恢复洁净的措施 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 前后就有两个摩西的兄弟姐妹就安息了 首先就是明里安死在加底斯那一边 也就藏在那个地方在第一节提到 然后在第22节提到亚伦也逝世了 那么中间就发生了一件的事情 这一段的事情你跟我可能都熟悉 这件事情是导致摩西跟亚伦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 而在这件事情过后 圣经就记载亚伦就去世了 而以色列人为他取哀三十天那么久 他们纪念这位的领袖 那么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是在这个寻的旷野的地方 因为没有水喝 这一些的群众又再一次的起来 反对摩西跟亚伦 他们向摩西跟亚伦来投诉 跟他来争闹 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都死在耶华的面前 他责备摩西跟亚伦 为什么带领他们来到这一个旷野的地方 没有水喝 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 在埃及呢 还有许许多多的农作物可吃可喝 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人多番的埋怨 不止是第一次 我们在读民俗记 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肉吃 他们埋怨 没有水喝 他们埋怨 这一个而且还反叛摩西 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们看到 这是不是以色列人的那种的情况 他们问摩西 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他们忘记了 是他们本身 或者他们的祖先 已经可以进到迦南地 在迦南地的边缘 但是他们却不信上帝的话 他们的探子回报说 这一个的地方我们进不得去 因为那边的人太强壮 他们的城墙太坚固 我们胜不了他们 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一个鬼地方 这个不好的地方 这个旷野 没有办法耕种的旷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不顺服 因为他们的不幸 但是现在他们却把矛头指向摩西 这让我们看到 做领袖 其实有些时候很无奈 我们常常会看到领袖的风光 他们走在人前 他们被人围绕 他们有很多的闪光灯 对吗 记者都是拍他们 电视台就拍他们 但是作为一个领袖 背后的这种的压力 很多时候是 如果不在领袖的位置当中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你想受多少的风光 其实背后也有多少的压力 你想受多少的掌声 背后也有多少的埋怨声 这是作为领袖 附带条件来的 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洗礼准备 不会所有的人都会喜欢我们 而往往 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 所发出来的言语 常常有些时候是非常可怕 非常有挑战性的 我们要求主怜悯 墨西正是在面对这一群的人 因此我们看到墨西跟亚伦 他们就离开这一个的会幕 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告诉他们去 在会众的面前 吩咐磐石涌出水来 水就会涌出来 给这一个的百姓来喝 那墨西这一次 他可能是累积的一种的愤怒 情绪 对吧 他在磐石面前 他是拿其他的杖敲打 敲打这一个的磐石 那么磐石就流出水来 上帝家吩咐磐石 他没有 他是敲打而且敲打两次 而且大概是带着愤怒 因为他前面就还没有敲打之前 圣经记载 他是对着以色列人有点发脾气的 他说你们这些悲逆的人 我们要叫这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吗 他在表达什么呢 是不是想表达说 不得你们都渴死 是不是这样呢 这种气话 他就敲打这个磐石 结果磐石就流出水来 但上帝说什么呢 上帝对墨西说 你们在百姓的面前不信我 没有在百姓的面前尊我为胜 因此他们就不能够领以色列人进到加拿地 就是我们觉得好冤枉 墨西好冤枉 如果换成是我面对这一群人 可能老早就发脾气了 老早就不干了 老早就远离他们逃走了 会不会是这样子 但是墨西人到现在 却在情绪当中 发了一个人的脾气 上帝说 你这是不相信我 你是在百姓的面前 没有尊我为胜 今天下午 带领同工领袖 我就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我就跟他们分享 在之前 撒尔月华兰联议会的报道里面 会长就说了一句话 在派施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尾声 必须要大过我们的情绪 我想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特别是做领袖 做牧者 我们对上帝的尾声 必须要高过我们的情绪 我们在侍奉当中会有情绪 当我们服事的疲惫 当我们服事的不如意 当弟兄姐妹没有跟我们有好的配搭 又或者有人误会我们 我们感到委屈 我们会有情绪 但是我们的尾声 对耶稣基督的尾声 必要高过这些的情绪 我们才有能力继续往前走 摩西在这一段的时间 他其实做得很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情绪太大了 导致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尊荣上帝 出神怜悯我们 弟兄姐妹 领袖们 同工 我们必须要对耶稣基督的尾声 坚定下来 我们可以有情绪 但是带到上帝的面前 而不是向会众 向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群养 来去爆发 我们会有谦卑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 让上帝成为我们的深渊者 这段的经文 另外一个的反思 我觉得是那个磐石 在格林多前书 保罗就提到这个磐石 他提到说 这是耶稣基督 是预表着耶稣基督 我觉得这个表达非常有意思 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而被敲打 为我们而被敗开 流出他的生命的宝血 洗净 洁净 我们一切的罪 弟兄姐妹 当我们领袖们 当我们感到疲惫 当我们感到沮丧 当我们有很多的情绪的时候 那我们把这一切 带到上帝的面前 让上帝亲自在当中 来做医治 来做改变 来做修复的工作 我们可以仰望这磐石 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基督 在他的拯救当中 他要成就 他要这一个安慰 他要让我们在他的面前 得着平安 得着安慰 得着力量 重新得理 我们重新祷告 天父上帝是的 谢谢你 在耶稣基督里面 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对基督为生 一直对耶稣基督的为生 能够大过我们的情绪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